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荒野十一轮 今天是4月22号 这些苗是不同批次域的 像这个大的呢 是3月25号甲值的 现在大概有六千片椅子 这个是4月初 4月5号左右甲值的 甲值的时候大概只有一片椅子 现在长得有四片椅子 这个播种是4月1号 4月2号播种的 现在大概有两片椅子 这个兔长得非常严重 所以呢甲值呢非常有必要 像这样呢我们最好是甲值一下 甲值以后呢 那个这个番茄呢 能得到更大的生长空间 还有呢就是土壤中的养分也会更多 它也会生长更快 避免了苗与苗之间的竞争关系 它现在是这么多挤在一个里面 对吧 你要不要它那个一个一个分开 它一个就是分餐质 对吧 它一个雪苗里面就是一颗苗 它就不用没有竞争关系 它就会长得这么快 当然不仅有人要问了 为什么不种在玉苗盘或者玉苗杯里面 而选择播种在这么小的容器里面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节省空间 比如你在室内阳台呀 我们种植了很多植物 种植空间有限 这个时候呢我们花瓣就随便撒一些品种 这品种呢就是这全是一个品种 等到天热的时候呢 我们在室外甲植到大一些的容器中 这样呢能介绍你羊苔的空间 当然呢你如果也种植的不多 羊苔又非常大 那你可以用玉苗盘或者玉苗杯就好 比如你是浙江的 浙江一般春天二月份儿玉苗 但是温度的还很冷 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用个玉苗箱或者恒温箱 然后呢像我这样子 每个每个小的育苗器里面放一个品种 这样呢一个育苗箱能育个十几二十个品种吧 等到三月份儿呢气温气温回升了以后 你就可以把它放在室外甲植 这样呢能省很多的空间 你比如像浙江的明哥 他就是用育苗箱育的 他现在今天是4月22号吧 他的已经开始结果了 育苗箱价值呢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因为育苗箱呢非常耐移栽 特别是对比瓜里来说 它是非常耐移栽的 移栽的时候我们尽量是徒手 徒手操作 这样呢不容易伤到苗 不要去带手操 我用的土呢就是非常普通的圆土 就是非常疏松的圆土 当然呢你用牛羊肺啊泥碳土啊 珍珠岩都是可以的 就是保证你的土壤疏松透气 富汗有机制 如果你的幼苗的土壤非常严重 就像我这样子了 你看它擀的有多细 非常的细 那我们怎么操作呢 来看一下 这是刚才我们混合的机制 随便掺点那个椰康 它一点点珍珠岩 主要呢是圆土 我们现在甲植 你看底部也是泥土 我就是搞了一点点 就底部还是泥土 普通的泥土 上面搞了一些那个椰康 绿玉它发芽 我们甲植的时候呢 竟然是选择的是壮没有 你看像这样的 这么壮的这种 然后我们甲植像这个 直接云在上面扣个眼 就拿手抖个眼 甲植的时候 因为它杆子非常长 我们尽量是摘深点 就是说深埋一些 这样就行了 这样一刻秒就完成了 扣眼 这又拿手都抖眼就行了 直接种深点 然后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种深大以后呢 要不了几天 它在杆子上都会长出新的根系 根系更多呢 它也会长得更强壮 苗呢也更好 这个呢是还没有甲植辣椒苗 也是一个品种 好多棵 这个呢是我们刚刚甲植的 这个呢是甲植的大概15天左右 这个甲植大概是有30天左右 但是它甲植的时候就非常大的 就两三片子了 今天没有浇水 它有点蔫了 这呢已经达到定制的标准 其实甲植的时候 你没必要搞这么大的个甲植的那个容器 我觉得这个杯子就完全够的用了 它那长到五六片子就够了 这个也太大了 怎么说呢 它就是太大的话也占空间 所以没必要 我们就定制后呢一定要浇到水 就是让它根系呢和那个苗呢完全的贴合 像我种的 这是种的苗太多了 我就种的有点多 这个收集圈里面两棵 三棵 齐花水呢 我最好放在阳光不太好的地方 就不要让它太阳暴晒 太阳暴晒的话可能会把它晒死 因为它现在根系呢 没有完全和它的土壤结合 还没有发挥那个它的作用 你看这个苗呢已经达到定制标准 像我们一个月把它定制一下 它的根系应该是非常好的 睡觉 咱四盆 谢谢观看